就是你认识他的时候 是没钱 没车 没房 对 经过的时候 我一天只吃一顿正餐 那么苦呢 一天吃一顿呢 对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一个三无男人 我觉得他对他的理想 特别执着追求 我是特别能吃苦 然后这一点精神 让我觉得特别地欣赏吧 现在你们是在 已经结婚了 对的 我们已经结婚了 开了夫妻店 对的 夫妻店 那每天他干技术活 你干什么呢 你在店里 我就负责收货呀 然后送货呀 然后有时候打包啊这些 现在开得怎么样 开得还行 第一年因为不选嘛 亏了好几万 那时候手上还剩一万多万元 他没帮助你啊 他然后过来之后帮助我 给了两万万元投资我 我都觉得我当时 脑子瓦特了吧 我觉得 脑子瓦特了 真的 当时又没机会 怎么就投资了呢 真是脑子瓦特了 两人现在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2014年10月3号 结婚的 也有小三年了 是的 三年多了 三年之遥 你这会儿我发现 你这会儿放开了 现在觉得生活也挺好的 之前我开的那个小店 我哥哥嫂嫂在开了 然后我父母就帮忙带一些 带我哥嫂的那个小侄子 生活也挺好的 他对你好不好 凑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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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好咯 到底好还是不好 好的 哪好 说一件事来证明一下 他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 他特别省 就是自己的腰带 就是好几年了都不舍得用 我说让他换一条都不舍得 一条腰带系了三四年都烂了 都烂皮了 一件衣服就穿了两年 一双鞋穿了三年都破洞了 都不舍得换 但是他会给我买衣服 买新衣服 每年都买 每年都买 这衣服是他买的吗 怎么才哭了呢 怎么了 一条皮带这四年咋了 我还系五年呢 我 咋了 咋了 出到你伤心事了 说来听听 怎么了 第一年亏了嘛 然后自己 因为我有狠心 我想把它做下去 做好 然后他也赞助我两万 然后我第二年 经过我的努力 一年年收入 已经有十几万了 然后这两年 再平稳地发展中 越来越好啊 不用哭 每个创业者都这样的 你以为他们创业容易啊 幸福的眼泪 现在熬过来了 那他对你好不好 在生活当中照顾你吗 好 因为我那时候 在外面买块蛋 一天要来也不少钱 大概三四十块钱吃的话 他每天从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 公交车给我送饭 那是多么幸福的一番场景 今天是谁的心愿 我的吧 你的是吧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 是让我的小店 生意做得越来越火 好 谢谢 来 请回 对自己的小店 有什么规划没有 我想在我们这样的群体 招一些懂计算机的人才加入我们 我们来听听他们想怎么助理你的幸福心愿 我自己学校明年有在全国四个城市开分校 肯定会用到经济教育 愿意帮助你们圆梦 也祝福你们两个越来越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首先先祝你们生活越来越美满 越来越幸福 我能帮助的就是 我让我的学院在买计算机的时候 让他们跟你联系 谢谢老师 以前啊 我总是认为这个技术特别重要 因为我自己是医生嘛 当我们真正做起医院来以后嘛 就发现经营比那技术还重要 我觉得你如果你要是 自己是技术成人 经营这方面不是特别好的话呢 我建议你找一个懂经营的人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也愿意购买你的设备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说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那现在我们营朗文化 营朗科技和营朗体育三家公司呢 未来在明年都会有这个再发展的准备 那么未来我们在采购这个器材 还有包括电子配件的时候呢 我们会首先联系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快乐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两位的这个创业故事啊 给电视机前很多那种个子不高的朋友们 一个好的启示 听你们的故事之后呢 我就觉得你们就是正常的小夫妻 恩爱爱的相互扶持着奋斗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队 我们相信他们的明天 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